自習部分的話 我把它改成如果我不用錄製劇情 我自己寫的話,怎麼寫 第一個,我先把這個先把它加一個單引號 也就是這個我先不要call它 這樣的話,它就不會修正了 我再利用我自己寫的方式來把它修正看看 所以重新下載,不要call的話 你會發現這個資料還是沒有斜線 如果我今天要寫一個有斜線的VBA程式的話 那該如何寫? 其實很簡單 第一個,for I I 指的是哪一列 從第二列開始到最下面一列 to 哪裡呢? 後面你會發現 這個寫法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印象 下下追蹤 所以我一直強調說,這個一定要記起來 如果可以的話 可能自己可以把它背起來最好 Range A1 向下追蹤就是打個E 它會出現AND 然後前刮弧 選AXL DOWN 我的習慣是按空白鍵 然後後刮弧 然後再點ROW就可以了 拿一個列 這樣子不就OK了嗎? 你說老師,那中間有空白怎麼辦? 你會發現 你點開,它空白自動會幫你把它去掉 OK,這樣其實少打很多次有沒有 OK,所以你要想個辦法 因為VBA很多輔助啦 你不要傻傻的從頭到尾自己打 很容易打錯 用一些輔助方式 打乘次就會很愉快 打久了其實就這麼一回事而已嘛 OK 很直覺的一件事 所以剛開始覺得很難 像我剛開始騎個一公里就是很累的 現在我騎五公里我都覺得還好 再騎十公里好像也還好 OK 所以我那一天突發起想 我好像下午在師大上課 晚上在板橋上課 然後我就想一個 欸,那我如果騎一路牌 可不可以騎到板橋 然後又在想 那如何過橋 那如何怎麼樣 後來發現 欸,握地圖查一下 欸,可以騎河濱公園 然後我就真的這樣騎過去十公里 騎一次,欸,覺得好像沒有很順 騎第二次就越來越順了 所以我好像騎了三次 越騎越 越覺得還蠻舒服的 尤其騎那個河濱公園 下一次如果有興趣的話 你們可以騎一看 OK,好,這不是重點 重點就是像學程式一樣 一回生回熟 慢慢你就會喜歡它 你慢慢就覺得 欸,幹嘛一定要那麼累自己開車 如果不開車的話 如果用坐車的話 會不會別… OK 所以這邊的話記得 我實際上 做法跟剛剛的函數很像 先Labs 串一個斜線 and end 這個把它串一個斜線 然後再Mid Mid的話 再抓第五個字 比如5月的話就是05 然後再抓後面的話 再一個斜線 and一個斜線 然後再Right Right是最右邊的兩個字 有沒有 然後最後把它輸出到哪裡呢 輸出到這個儲存格裡面 然後最後加一個A欄自動調整欄寬 為什麼,因為家裡斜線 怕藍寬太寬 會有緊緻號 有沒有 OK 如果你們家這個 就是怕藍寬不足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設中斷點一下 所以你看喔 目前這邊沒有斜線對不對 對,那我把它修正看看 這邊設一個中斷點 修正完之後丟過去看看 所以按F8 有沒有看到 因為它會I先從2開始 所以這邊就修正了 它修正完變這樣 那你說老師為什麼05不見了 因為你修正完它自動辨識成日期 所以Excel裡面它其實蠻敏感的 你只要裡面有斜線 它就認為這個是日期 格式 OK 所以喔 那底下一樣 NAS 所以一個一個的 就幫我把它全部跑完 有沒有 一個一個的往下往下往下 最後的話 為什麼要Auto 那個什麼 Auto fill 這個中斷點拿掉 讓它全部跑完 我看一下有沒有藍寬的問題 好像沒有 之前好像會遇到藍寬不足 像這樣子 所以我才加上這個 叫Auto fill 這個Auto fill 實際上就是把這個藍寬 自動幫我拉到這個適當的寬度 OK 就沒問題 OK 那所以啦 如果我不用入制的 那我也可以怎樣 Core什麼呢 修正日期 就是不用聚職 方法二 OK 那至於說哪個方法好 其實看你如果可以寫 我當然比較推薦 自己寫 如果你實在是沒有辦法 那你用錄製的也沒關係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這段程式碼 在雲端白板上面也有 在哪裡 在第五頁的地方 有沒有 第四單元 裡面的齊交所 在這個 齊交所開頭的資料 比如說 在這個 製造的 然後呢 裡面的那個 第五頁的地方 試試看 自動畫